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會跟大家講兩件事 兩件事都是關於外國的事 首先第一件就是俄烏的戰爭突然之間局勢好像變化得非常之大 基庫那邊就宣佈他們一定要動員徵兵 即是又要叫人上戰場去送死 徵兵徵多少萬呢 這樣16萬 那很多咯 有沒有那麼多人 他們就周圍去拉人 外面那些什麼餐廳等等 瘋狂地拉人 總之你不是斷手斷腳的 你都要上去戰場裡面打仗 你斷了手斷了腳 你裝了一些意志的 總之你拉到雞 你都要上去打仗 太恐怖了 我們稍後講講這一件事 跟著亦都跟大家講講就是瑞典那邊的環保少女 我覺得她已經去到 不是環保少女 是環保少婦的樣子已經去到 當然她還未嫁 她在丹麥參加反以色列戰爭示威 跟著被捕 說好的民主自由呢 反戰都要被捕 是 真的 到底這件事是怎樣呢 我們稍後一起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 留言訂閱民意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在俄羅斯軍隊佔領了烏東的頓獵池克地區的梅都塞利多夫 以及美國就華勒 華勒好像北韓那邊有部隊在俄羅斯的庫爾斯克地區 訓練中 甚至乎未來會參戰之際 那怎樣呢 屋蘭宣布展開新一輪的軍事動員 即是怎樣 徵兵 要徵召多少人去打仗呢 徵召多16萬人去打仗 那即是他徵召多16萬人去投胎 即是說得 即是叫做粗俗些 或者以結果為這個影片這樣說 一定是投胎的16萬 接著發生4個報道 幾個星期以來俄斯的軍隊一直都在烏東的頓獵池克地區的攻勢 裡面就取得一個非常之大的進展 並且在日前宣布已經完全控制了塞利多夫 那個地區有21,000人口已經逃離了俄軍的連續無人機和火箭的攻擊 所以那個地方已經沒有人在那裡生存了 佔領了一個位置是很合理很正常的 烏克蘭和其他西方聯盟就說 很怕北韓真的跟俄羅斯做一個軍事合作 亦都越來越擔憂 並且美國亦都是接連這樣表示 北韓有少量的部隊已經在 富爾斯克地區那裡已經在訓練中 隨時可能是已經會打出來了 烏克蘭的軍隊自下季跨境突擊以來 一直都在那個區那裡 說就守住 其實是進退失據 又進攻不了又走不了 唯有放在那裡 而美國國防部的發言人就說 那裡有一個叫做帕特萊德少將 他說 美國得到消息是還有幾千個北韓部隊 可能會陸陸續續將會抵達 那你加多少萬多人 最多就是兩萬 根據他們的數據 他們說的東西 動不了 那你這麼怕幹什麼呢 還有啊 他們說北韓好事的嘛 怕幹什麼呢 對不對 報道說 即使基庫增兵這件事的議題 令到別人很不愉快 但幾個月以來 他們兵力短短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烏克蘭國內現在也是在這個問題上 展開了很多不同的意見和討論 烏克蘭的國家安全與國防事務委員會的秘書 阿力三大他們就向他們國門提出 就說 計劃會徵兵16萬人入伍去打仗 這個發生寫消息的人士就說 這行徵兵預計3個月之內就會完成 即是說要執拾16萬人出來 但是怎樣執拾啊 不理你 總之 他見到是男人 就執拾他打 OK 根據美聯社報道 烏克蘭的總統 習年司機 星期二的時候 就說 預計將會在烏克蘭的前線 增援俄羅斯軍隊的幾千名 一些北韓部隊 將會在這三年裡面 這個戰爭推向交戰的 雙方的邊界之外 即是都不會直接在前線 可能在後面幫忙 但都未出現 總之他猜 什麼都在猜 西方領導人就說 北韓已經派了1萬多人 去幫俄羅斯做軍事行動 但其實 他只是拍到些人在俄羅斯那邊 都拍不到他打 在那裡聯合軍議不行嗎 是不是呢 交流訓練不行嗎 都行的 不要任何證據 他們亂來的 接著西方領導人就說 北韓如今 這一場歐洲的戰爭 可能會破壞印太地區的一些戰略的態勢 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亞 其實最不應該擔心的是日本和澳大利亞 因為北韓如果真的要打 他應該先打南韓 南韓應該先怕些 而南韓的韻石宇也都說 俄羅斯和北韓的合作 將會是對國際社會構成重大威脅 其實是對你構成重大威脅 連斯基也和韻石宇進了一個緊急通話 他就和韻石宇同意加強兩邊的合作 交換多一些情報 但是你和烏克蘭合作 那你不就是等於挖個洞給自己踩 烏克蘭石水多深 你怎樣和他合作 對吧 俄羅斯基也在Telegram裡面就說 只要一個結論 這場戰爭被國際化了 超越了烏克蘭和俄羅斯的邊界 一早已經是了 你北約和美國那麼支持你 那麼撐你這樣給你一些武器 已經超越了你自己的邊界 而南韓最大的媒體中央日報和不同的報道 就說韻石宇在通話中針對北韓向俄羅斯派兵 這件事 就說俄羅斯向北韓轉讓敏感軍事技術的可能性 也是一個問題 那麼接下來會不會是北韓的軍事技術又會先進了呢 對南韓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威脅 那麼他們都說更加重要的是 但是韓戰以來未打過一些現代化戰爭的北韓 如果是將在烏克蘭戰場上拿到經驗 然後帶給超過100萬的北韓軍隊的話 會對南韓真的造成一個非常巨大的威脅 穩石宇也擔憂 北韓不單止向俄羅斯提供一些軍事武器的支持 還會派出特險部隊過去的一些 是前所未有的危險的行為 穩石宇強調我南韓政府不會坐視北韓 和俄羅斯軍事的一些聯絡 威脅他們的安全 我將會密切觀察局勢的發展等等 採取適應的措施 有什麼適應措施做呢 我真的不明白可以做什麼了 是不是 就連斯基說 北韓軍隊將會投入烏克蘭的前線 因此這個戰士將會投入一個 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階段 穩石宇前一天也跟北約秘書長 呂特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來恩通話 譴責北韓和俄羅斯的非法軍事合作 但是你譴責北韓和俄羅斯 你不是跟北韓和俄羅斯說 你是跟歐洲國家說 有交叉用嗎 而南韓總統辦公室上星期也警告 正在為北韓和俄羅斯之間的 有種種軍事合作的場景 制定外交、經濟和軍事的一些措施 其中包括局勢的惡化 以及在有什麼必要的時候 向烏蘭提供殺傷力的武器 有用嗎 你美西方國家提供了這麼多 大殺傷力的武器給他 結果就被人大肆殺傷 所以沒有什麼意思 提供這些殺傷力武器都沒有用 我都很期待 接下來阿甘仔他們的兵 會不會真的鏟進去 幫忙打這個烏克蘭 我都期待去看這件事 接著我們說說第二件事 就是環保大媽 不是環保少婦 對不起對不起 原來她只有21歲 環保少女西方的棋子 是已經被放棄的棋子 所以簡稱棋子 她日前跟丹麥的學生反對 以色列的戰事活動 搞了一些示威等等 很和平的 但是被丹麥的警方 拘捕了 兼扣查 綜合丹麥的媒體 DRTV書的一些報道 這個環保少女就是 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 參與丹麥的學生反佔領運動 抗議加塞戰爭 要求哥本哈根大學 抵制以色列學術機構的示威活動 被丹麥的警方扣留了 看丹麥的一些電視台發布的影片顯示 那個環保少女雙手被扣搶了一些手扣 然後被警察帶上車 說真的 環保少女現在在西方國家還有沒有用呢? 你看得到西方現在都不說環保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以前的環保議題是攻擊我們中國 就說環保而已 但是他們現在自己都不環保 自己也是放棄用電動車 放棄研發電動車 那就是怎樣呢? 他們就沒有用了 那個環保少女就被放棄了 就成為了棄子 大家看到以前那個環保少女骨瘦如柴 你看到她的樣子都覺得她很環保 你是不是不吃東西? 你是不是節省了 但是現在呢 環保少女都變環保少婦了 不是說笑 21歲整個40歲的樣子 我想她30歲已經變成環保大媽了 唉真是不可憐 她發生了什麼事呢? 應該是吃得太好和住得太好 因為雖然她沒有讀書 但是她參與這些類似學運的東西 政治活動收了很多黑金 她搞斷很多不同的地方 不過現在會標效應 就搞回自己 那意思而已 哥本哈根的一個影音方發言 大約20個學生 就塞住了哥本哈根大學的一些行政入口 其中3個人進入了大樓道 6個人是當場被拘捕的 總之他們就說 我們不會說被捕者的身份 不過他們的學生組織就說 就是了環保少女呢 她自己的環保少女帳號 在不同的社交網站上號 都發布了她自己被捕的畫面 基本上是跟周庭一樣的 看著這樣拍一下漂亮的照片 手特意放在後面 上車的時候一隻腳踏上去 一隻手放在後面 頭就轉過來 然後人家推都不動 拍好照尾 拍好了 CUT 然後才回到去 所以你看得到他們是有一連串的劇本 其實有時候 以前看的時候我們看不明白 為何環保少女在那個位 死都不進去呢 現在我們知道了 為何周庭在那個位 死都不進去呢 為何要看那麼久呢 原來就是等記者拍照 否則哪有漂亮的照片 然後扔上去一些媒體上面 或者扔上自己的社交網站上面 現在大家就懂了 所以這些基本上都是受過政治訓練 和政治操控的人來的 有了劇本 有了訓練 亦都是知道幾時擺什麼的姿勢 幾時講什麼的對白 那沒事的 你弄了這些東西出來 想著對付一些地對國家 誰知道他拿來對付你 或者他拿來對付你的朋友 那現在怎麼辦呢 收不到科 唯有將他放棄 將他變成環保棄子 是 以前是拍戲的戲的戲子 現在是放棄的戲的戲子 OK 說真的 我不知道周庭過了加拿大之後 會不會好像環保少女一樣 由少女變了少婦 樣子 我都很期待 他突然中轉了樣子 到底黃絲黑暴還喜歡嗎 是不是 對不對 我也相信有機會是有 就是 是 周庭子變成周庭棄子 現在應該是 什麼時候會變成發福的周庭棄子 我也非常之期待 但是有些黃絲厭棄他的樣子 OK 我就不明白了 為什麼是進來一個和平的示威活動 都是反對戰爭 反對他們種族滅絕 這樣也要拘捕人 對不對 證明什麼呢 證明就是說 其實任何一個國家地方 都不是很想在那裡涉獵 其他國家地方的內政 那為什麼美國有經常搞我們中國的內政呢 那這一個就是美國他們的雙重標準 西美西方國家的一些雙重標準 OK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那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文潔紳士大頻道 記得按鈴鐺 按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